我们第二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妈妈知我心 这是要考察妈妈对宝宝的了解程度了 六位小朋友 我们从小鹿姐姐手里的卡片当中 挑一个你们喜欢的动物 上面有题 来 小朋友们 你们挑哪个动物呢 这是十二生肖 你挑什么 挑小猫 十二生肖里没有小猫 你呢 狮子 十二生肖里没有狮子 高兴来抽 你喜欢哪个动物 好 我们高兴挑了这个小鸡图案的 我们看一看啊 宝宝宝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请写出两样 写踢板 十秒钟 倒计时开始 五 五 四 三 三 二 一 时间到 尽量提板 先从这边开始 好 宝宝你最喜欢的运动是什么 我喜欢游泳 还有呢 踢足球 好的 妈妈给你写的是滑板和球类 你喜欢滑板吗 喜欢 滑 那是更喜欢游泳还是更喜欢滑板呢 嗯 滑板 但是呢你一开始已经说游泳了 好 那妈妈可以拿上一个苹果 选择说一下你喜欢什么运动 我喜欢跑步 还有呢 游泳 跑步和游泳 妈妈写的是跑步和跳蹦床 那你是更喜欢跳蹦床还是更喜欢游泳 更喜欢游泳 你看 妈妈你不够了解我们宝宝 我们更喜欢游泳 所以呢 针对宝宝的这个爱好 平时可以多带他去游泳好吗 那么我们二号妈妈也可以拿上一个苹果 我们再问一下 欣欣天日喜欢什么运动 走和跑 走和跑 哦 那妈妈写的是跑步和蹦床 你喜欢走啊 喜欢在哪走啊 河边 我们喜欢到河边散步 妈妈 所以呢天气好的时候都带我们去散步吧 好 妈妈你也可以拿上一个苹果 好 我们再问你这边的爸爸啊 高兴 你告诉我两个你喜欢的运动 我喜欢的运动是跑步和蹦床 啊 那妈妈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这个蹦床了之后 我们比这个跳舞更喜欢的是蹦床 明白了吗 明白了 高兴是开始学跳舞了吗 呃 他平时比较喜欢 听到喜欢的音乐就会自己在那里跳 哦 那高兴你喜欢在蹦床上跳舞吗 不喜欢 就是喜欢蹦床是吗 嗯 好 那这个小蹦床回家我们家里也买一个啊 哈哈哈哈 天天就可以蹦床了 好 妈妈也可以拿上一个苹果或者橘子 你自己选一个吧 我们再问一下 彤彤你喜欢什么运动 玩具运动 玩具运动 还有呢 妈妈再选一个 滑板运动 好 我们看一看 妈妈写的是踢球和跑步 妈妈写的对吗 不对 好吧 妈妈你还需要对我们宝宝进一步了解 我们喜欢所有跟玩具有关的运动 然后呢 我们还喜欢滑板 所以呢 回忆之后呢 得多陪宝宝玩滑板 好吗 那特别遗憾 就不能拿上这个苹果和橘子了 好 我们再来问一问这个小朋友 你喜欢什么运动来着 骑自行车 还有呢 游泳 妈妈写的是游泳和球类 什么时候喜欢上骑自行车的呀 长大 长大 现在长大了吗 长大了 对 我们现在长大了 我们喜欢骑自行车了 妈妈 那你现在也可以拿上一个苹果或者一个橘子 好 看到了 在我们第二轮第二个小游戏过后呢 我们这个桌子上面的这个苹果和橘子的个数就有变化了 那这边的二号家庭呢就要继续努力了 好吗 好吗 咯 优优独立的人 什么 我做了